对折 然后这个一样 是摄影师又要辛苦 为了给大家看图跟老的结合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的1154集的节目 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 围城系列第四波的玩具 这是Deluxe Quest的幻影 也是这一次 大家期待度跟好评度都比较高的一款 那先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三人组合包里头的那个透明 或者叫做隐隐形态的配色 那么今天这是属于一个动画版里头的配色 包括头雕的部分呢 也是走了一个动画里头的造型 那这个合绘的话呢 一如既往非常漂亮粗犷的一个画法 那么由于呢 先前已经跟大家做过这款 透明配色的版本 所以这一期的话呢 我们会用一个正变的方式 因为人变车的话 已经在这一集做过一个展示了 那通常来讲的话呢 这种所谓的组合包里头呢 是一个所谓的限定版 那配色来说 应该都是限定版会比较拉风一点 像上一期的这个撞针的话呢 就是明显来讲 大家会比较喜欢组合包的 但是这一款幻影的话呢 这个一般通贩版的话呢 我觉得呢 更加的漂亮哦 首先它是一个有透明部件 跟一般的这个塑胶件的混用的版本 但是呢 混的呢 极为的有质感 官方的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涂装啊 这个配色 给我感觉这么舒服有诚意的了啊 我们呢 从头开始看啊 从前方的话呢 有一个博派的标志啊 毕竟之前的透明版呢 是因为印刷的关系是做不到 之前的一个透明版呢 显现的是一个26 但是这一次的是一个autopo的标志 那么透明版的话呢 有这个所谓的像是一个蜂巢形状的这种 类似一个数位 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 但这一次的话呢 在透明件的部分上面呢 则是整个是光滑的哦 所以两者呢 是真的用了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再来是这个侧边呢 虽然都是透明部件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感觉呢 好像这个通贩版是比较深蓝一点点 那这个的话上方还有一个是所谓这个应该也是特殊 应该是赛星文字吧 反正是怎么看都是看不懂啊 anyway就是他多了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涂装 那么后方的话呢 则是一个胸口的这个机器人在胸口情况下的一个呈现啊 你看这个是博派标志 那这边的话一样都是一个26啊 因为在过去的一个老老老板的这个画影里头呢 这个地方应该都是一个啊 变形成车头 然后在机器人的胸口 但是因为这一次呢 用了新的设计 不过这个造型的部分 还是把它给留了下来就是了 那其他就是这个灰色的部件 在原本是属于一个浅蓝的部分呢 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灰色的部件 整体来说的话呢 质感还是相当有啊 加上这个轮框的部分呢 给它上了一个银色的一个漆面 那加上银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更明显的去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啊 当然不是叫你看这个没有打毛钉啊 这个已经习惯了就不提了啊 那么由于它是一个呃 深蓝色的透明件 但这一块的话呢 是在透明件上面上了银器 所以这一代的银呢 会跟这个地方的这个银色的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 那这个地方的银色呢 则又是在这个蓝色的塑胶片上涂的 所以这个银色呢 跟这个地方呈现出来的光泽度呢 又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做工来讲 这一款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 那武器的话呢 平常是扣在一个上方 那你如果不喜欢可以拿下来 但是呢 拿下来的话 就是车顶上空的两个洞啊 就感觉就是OK 一个蛮大的扣分啊 那就我觉得这两个洞实在是扣分实在太大了啊 那还是勉勉强强的把武器挂上去吧 而不得不提的是呢 这个武器挂上去之后呢 其实违和感的并不强 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不论我怎么变呢 这个地方呢 我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手臂啊什么的 它这个地方这个缝呢 还是感觉是比较大 我上网看了一些其他玩家的同好 像这个裂缝没有我的这个这么这么严重啊 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之前的这一款透明版也是有一点点 但是感觉没有这么样的强烈就是了啊 那至于两款的车型 哪一个好看呢 我会说的 我会建议的啊 以这个购入的成本的 跟这个总体表现来说的话呢 在车型状态下 我会比较推荐这个所谓的一个通范板呢 是比较比较值得先入手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通范板的 微程跨影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这个武器呢 给取下来啊 我手上这个黑子这个东西就不要特别在意啊 早上的话呢 我这个车子出了点问题啊 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自己修了一下啊 OK来 我们把这个部分呢给打开 从这个地方往上面挑起来 它这里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从这个地方 这个凸跟凹把它给分开 那么因为这个是透明剑啊 我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有点失利不良啊 造成一个小白痕啊 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个简单的提醒 上下半身分开之后呢 把这个下半身做一个分开 这个地方分开的时候 是从这个地方 还是上下错位的 两侧分开 两腿呢 可以往两侧打开 打开之后呢 先把两边的腿先往两侧翻开之后呢 将这个轮胎呢 从这个地方往 从外往内折进来 再把这个部件呢 斜一个特殊一个简单一个角度 然后顺势的把它往下搓 往下搓的时候呢 把这个脚掌翻出来 往下面压到底 往下面压到底到这边 然后呢 先把另外一侧也变完好了 这个轮胎先翻进来 这个部件呢 往外面翻出去 脚掌翻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两侧把它给缩紧 缩紧之后呢 你转过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才是它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正面啊 你看到这个胸口的标志翻过来 这边呢 踩它的一个正面啊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 好吧 有脚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再来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两侧掰开 这个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 我们两侧分开 分开之后的话 不对 应该先把这个头给翻出来啊 把这个头翻出来 再把这个两个轮胎 给收到身体的内侧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顺势的扣过来 这里 涂根凹顺势的将它给扣过来 两个拳头的话呢 给翻出来 这个 小臂内侧啊 有个空洞啊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最后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 呃 脊髓的话对折 然后这个一样 是 摄影师又要辛苦啊 给 为了给大家看涂根凹的结合 总是有时候摄影师总是很辛苦 甚至有时候趴在地上 掉在天花板上 挨在墙壁上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还要忍住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一个这个部件 你可以呢 把它给拆开啊 变成是一个 这个 煎炮 那这个小 小的这个子弹的话 你可以当然是一把小枪来用 那另外 这个是一个灰色的一个枪 又可以单独的 拿在另外一只手上啊 这个时候的变形呢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看到它的人形状态啊 首先的话呢 环视一圈 先把这个模具的一个大概的状态给各位看清楚 小腿后方的造型呢 比较特殊一点啊 是轮胎啊 这些部分 整个凑在后面 其实是有点凌乱啊 看上去还是收的 其实没有说非常的好 但是个人没有说那么样的一个在意啊 这正面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真正的一个偷胶处是这个 手臂的内侧 然后头雕的话是属于一个动画盘的一个造型 我手上的这一款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嘴巴有没有什么瑕疵啊 你们觉得这样有吗 看上去好像稍稍有点怪啊 不知道说不上来的一个感觉啊 帅气度还是有了 只是感觉好像有点稍微有点的一个不太自然的感觉 手臂平举二头肌的转动 手肘约90度的转动 拳头只能够往内转啊 腰身的话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转的话是往这车转很紧啊 往这车转的比较正常啊 不知道是这条会咔的 你条会咔的一声啊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很难得啊 不是一个球关啊 还是一个一个是一个 OK 反正就不是球形关节 我不会讲这个 那支撑力度的话还算可以啊 膝盖的话呢 约90度的一个转动 脚踝的话呢 基本上是 这个只有脚掌能动啊 基本上内外是卡死的一个状态 但可是它的一个 脚掌什么的一个 比例还是比较大啊 人形态的美形度呢 还是相当之可以啊 那这个肩炮的部分 你要怎么装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 肩胛怎么装呢 也是个人的一个偏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跟之前的这一个 所谓的一个透明版本相比的话呢 它的这个头雕是不太好 你看它这个 两侧耳朵的一个造型的部分呢 是大小上还是有个区别的 再来只是一个 当然涂装就不提了啊 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一个薄发标志不是没有 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明显 小小的 那主要是一个26的一个字母 但这一款的话呢 就非常大的一个logo了 那膝盖部分的一个蓝色部件 在人形下应该看得更清楚啊 这一款通贩版的话 就显得更加的深蓝了 那背后 给各位看一下效果 以背后来讲的话 没有谁比较好的问题 感觉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呢 这款模具呢 相当的棒 挺好玩的啊 相较于旧的一个模具来讲的话呢 这一款也是有一个 全新不一样的设计的一个感受 至少这个车头车尾的一个位置 是不太一样的 那至于这个组合包版跟通贩版 哪一个好玩呢 这个也是看个人那个偏好啦 但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以入手的代价来讲的话呢 至少啊 这个通贩版是不需要绑其他两个角色的 如果你单纯的喜欢这个模具的话呢 我是强烈的推荐 通贩版呢 是可以先入手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